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愛上你 忘了我是誰 忘了我是誰 李敖宇妙天下 大家都知道有世界三大男高音 為什麼沒有世界三大女高音 因為女人比較嫉妒 甲乙丙三個人做女高音 互相不服氣 所以要選出來世界三大女高音就選不出來 現在有了世界三大男高音 大家都看到他們的畫面 世界三大男高音 男高音他跟我同歲 男高音 男高音 在這一集的CD裡面 VCD DVD裡面 是這個人指揮的 他的名字叫M.E.H.T.A. 中文翻譯叫做祖賓梅塔 他是印度人 祖賓梅塔印度人 我告訴你大家一個怪的故事 你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你李敖知道 又來了啊 李敖知道的太多了 祖賓梅塔 第一任太太 是加拿大的女歌星 她第二任太太 是電影明星 可是她第一任太太離婚以後啊 她很喜歡這個女孩子 很喜歡她的前妻 不願意她到別的地方去 嫁到外面去 於是她就跟她的弟弟商量 說你好不好啊 娶你嫂子來結婚 就是我這個下堂的太太 你的大嫂啊 嫁給你可不可以 她弟弟就同意了 而她這個下堂的第一任太太 也同意了 所以有這麼一個 蛮有趣的很原始社會的現象 這就是祖賓梅塔 照我們中國人說起來 這像一個現象 就是啊 肥水不落外人田 就是美女啊 也不要不睡外人床 你離開了哥哥 到了弟弟這邊來 什麼叫做肥水不落外人田 我曾經把它改寫 叫做 不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而是水肥不落外人田 水肥是什麼 水肥是大便 當年在白色恐怖時代 國民黨委政府 查見我的書 查見我的書 我跟大家講過 我寫了一百多本書 有九十六本被查見 他查見你的書啊 不是說給你一個公文就來了 不是的 他等你啊 百書生米煮成熟飯 白紙印成文字 裝釘好了 剛要出印刷場的時候 國民黨委政府 情职人員 公安人員 大堆人馬 帶著卡車衝過來 把你的書搶走了 他搶走的方式 就是害你 本來呢 他告訴你說 你的書啊 不順利印 那我就不印好了 我不印 紙歸紙 油墨歸油墨 我不會生米煮成熟飯 白紙還可以賣錢 國民黨委政府 他不這樣子 他等你書印好了 裝釘好了 煮成熟飯了 他搶你這鍋飯 這鍋粥 我派我弟弟 現場去監督 督印啊 我們跟委政府啊 捉迷藏啊 有一次 我弟弟 在印刷廠裡面 在裝釘廠裡面 想搭便啊 他有一個習慣 要搭便呢 一定要拉在自己家的馬桶裡面 他就從台北的一個區 跑回到東區啊 台北的西區 跑回到東區 自己家裡面搭便 搭完便回去以後 發現書都被搶走了 我就把我弟弟啊 臭馬一頓 我說人家是 肥水不落外人田 你是呢 是水肥不落外人田 為什麼呢 哪裡不能搭便呢 為什麼要到 要從西區 趕回東區 在自己家的馬桶搭便呢 因為搭便 就不能夠仔細保護這些書 就 被國民黨委政府 就從容就搶走了 換句話說啊 強盗搶你東西 至少你跟強盗打個照面嘛 什麼人搶的嘛 你怎麼都看不到呢 因為 回家打便 我講這個笑話呢 就是說 我弟弟發生了水肥不落外人田的笑話 而這個主兵梅塔 這個有名的指揮家 他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美女不落外人床 這張照片可以使我在節目裡面 跟你們扯這麼久 還沒扯完 大家看還是他們 這是主兵梅塔的指揮 世界三大南高音 大胖子 去年死掉了啊 他跟我同歲 生在1935年 再看啊 卡雷拉斯 這個西班牙的這個 他這個年輕 他們每一個人相差五歲 他比這個 他 多明哥 比多明哥大五歲 多明哥比卡雷拉斯大五歲 啊 我見過卡雷拉斯 為什麼呢 他在幾年以前到台灣來唱歌 那個時候我的身體還好 還可以參加這種大廳廣眾的聚會 我講這話什麼意思呢 就是後來啊 我非常不習慣在大廳廣眾 裡面 燈光熄下來 我去看這個講台 我會覺得 發冷 我不習慣啊 那個時候啊 勉強可以看 就聽了 卡雷拉斯的一個清唱的 獨唱的一個演唱會 他有一個歌啊 非常吸引我 就是唱了這個 威爾蒂啊 威爾蒂 威爾蒂的一首歌 講到這個 劉王的啊 劉王的一首歌 這個劉王的這首歌呢 啊 英文的這一部分呢 就是說 他最後啊 想到他的母親啊 離開家 離開家鄉 想到他母親啊 他 要回來 親到他母親的 這種這個 臉蛋啊 他這個 他親愛的母親啊 然後他這個 母親的眼淚跟他的不幸啊 都有關係的啊 他使我 又開始水平思考 什麼是水平思考呢 就是你們看到一個畫面呢 可能是一個畫面 當我看到一個畫面呢 麻煩來了 我看到祖賓梅塔 就想到他的下堂的老婆 嫁給他弟弟的老婆 然後又想到我的弟弟 又想到水肥不落外人田啊 然後 又看到 祖賓梅塔指揮的三大南高音 裡面的卡雷拉斯 卡雷拉斯我就想到我見過這個人 然後又想到他唱的那個歌 威爾蒂的歌啊 講到他怎麼樣 流亡的流亡者回來看他的母親啊 親他的母親的臉 一串就想起來了 我的腦筋呢 要需要水平思考 就這 橫的就發展出來 根據我的淵博 我的記憶力啊 資料就整個就這樣子來來去去 所以呢 我的頭腦啊 不得清闲 老是這樣子 串聯串聯串聯 這個歌 所以我想到了一個故事 就是當年的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內戰的特色就是 左派的政府用民主的方法 很公道的選舉成功了 取得了西班牙的政權 可是西班牙的反動勢力 他們的軍方 他們的天主教會啊 就聯合在一起 就不承認 這個民主的選舉 軍方一個將軍 叫做弗朗哥 弗朗哥將軍啊 他就打開著部隊啊 回來 就搶這個政權 當時這個內戰呢 打得很慘烈 就是 難民顛沛流亡的一個照片 西班牙打內戰 前後死了多少人呢 死了四十萬人 由於這次內戰 生出來很多的故事 我們看電影裡面 《戰地終生》 美國文學家海明威脅的故事 就是以西班牙內戰做背景啊 後來勝利者 就落到了弗朗哥將軍的手裡 弗朗哥當時 在西班牙內戰的時候 他得到了 德國的希特勒的支持 希特勒的支持 希特勒甚至派出空軍來 到西班牙去轟炸弗朗哥 所指定的地區 有一個地方 被炸了 被炸了以後呢 西班牙的大畫家 比卡索 就畫了這幅有名的畫 就表示 經過轟炸以後呢 牛頭馬面都出現了 牛頭馬面 斷了胳膊的人都出現了 都出現了 這幅畫 後來很有名的畫 就比卡索畫的畫 後來二次西班牙大戰的時候 德國軍人找到了比卡索 就問他 指的這幅畫 說這是你幹的 這幅畫是你畫的 是不是你幹的 比卡索說 是你們幹的 是你們把分一丟炸彈下來 害的整個西班牙的人民 這個德行 是你這種畫面 是你們所製造的 我只是把它畫出來而已 這是有名的一個典故 當時西班牙人死了四十萬人 經過民主選舉 取得政權的共產黨被推翻 很多共產黨被殺掉 很多共產黨流亡到外國 有一批人就越過了西西班牙北部的 在比利牛斯山 到了法國 就流亡到法國 有一本書叫做 B-E-H-O-L-D P-A-L-E-H-O-R-S-E Behold a pair horse 注意一匹灰色的馬 請大家注意 這種東西 涉及了羊典故 這本書名字 Behold a pair horse 為什麼涉及羊典故呢 我們從字面上看 這是一個 注意那一匹 灰色的馬 可是只有英文好的人 他知道 這是個典故 什麼典故呢 在基督教的 聖經 《新旧約》全書的《新約》裡面 最後一部分叫做《启示录》 《启示录》第六章第八節 有一段話 我現在展示給大家看 看到沒有 他說 看到沒有 他這裡說 當他揭開第四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四個活動說 你來 我就觀看 見有一匹灰色馬 騎在馬上的 名字叫做死 我們再看英文 你看到沒有 And Behold a pair horse 看到沒有 原來 注意到一個灰色的馬 是有典故的 什麼典故呢 《启示录》第六章第八節的典故 原來 看到這匹馬 就看到了死 大家懂了吧 所以他 我們不能看 他是個簡單的書名 或者搞那個 錄影帶 它是個 一部電影 不是的 他是從這個書名裡面 從這個電影的名字裡面 我們就知道 這裡面 隱含了一個意思 就是 眼睁睁眼睁睁的 你看到了死 灰色的馬跑過來 騎在馬上的 名字叫做死 你看到死亡 這是什麼故事呢 這個故事呢 就是 西班牙內戰以後 我剛才說 很多共產黨被殺掉了 很多共產黨 越過了比利牛斯山 從西班牙逃到了法國 有一個 共產黨的領袖 他到了法國 一籌莫展 然後呢 連華漸漸牢去 覺得也沒有出路了 有一天 一個小男孩子出現了 這個小男孩子哪來的呢 是 也是越過了比利牛斯山 從西班牙 一步一步走 越過山 到了法國 找到了貧民窟裡面 找到了這個人 這個以前的 共產黨的一個領袖 小男孩子說 你認識我嗎 他說我不是認識你 小男孩子說 我的爸爸是 什麼什麼什麼人 他立刻就知道了 原來他爸爸 是他跟他一起革命的同志 反對西班牙 西班牙 暴政的共產黨 被打死了 小男孩子 從他爸爸的口裡 知道有一個英雄 是他爸爸的好朋友 就是這個男的 逃亡到法國 小男孩子就越過了比利牛斯山 到了法國 到了貧民窟裡面 找到了這個窮途潦倒的 當年的共產黨的革命英雄 跟他說 我請你替我爸爸報仇 報什麼仇啊 回西班牙 推翻 推翻 弗浪哥將軍 推翻那個 維祖制 推翻那個政權 請你替我爸爸報仇 他自己 已經被趕到了法國 窮途潦倒 住在貧民窟裡面 朝不保夕 一仇莫展 能報什麼仇呢 可是小男孩子不知道啊 這個小男孩子的印象裡面 就是從我爸爸的口裡面 我知道他的戰友 他的同志 是英雄 現在我小男生 不辭千里 越過了比利牛斯山 來找到你 請你給我報仇 小男孩子心裡面 沒有說 你有沒有能力的問題 他的小男孩子的意識形態裡面 你是我的英雄 我請你回西班牙 回到我們祖國報仇 他愣住了 他不能說 我現在已經垮掉了 我在外面流亡 我一球莫展 我三餐不計 他不能講這個話 他怕了傷了這個小男孩子的心 於是後他就說 我答應你 回西班牙 報仇 救你的鍋 下你的面 你要我報仇 好啊 我就報仇 這小男孩子很高興 就回去了 他怎麼安排呢 他就決定啊 要回西班牙 他有一個 心裡面一個弱點 什麼弱點呢 就是當年 他從馬德里 被佛朗格將軍 包圍 他們逃亡出來的時候 他臨走以前 跟他母親 做永別的一個 表示 他跟他媽媽說 不要太難過 他說 我早晚會回來看你一面 可是他沒有講 生死 活的死的 沒講 他說 我早晚會回來看你一面 你不要太難過 現在我要逃亡 我要走了 他媽媽就相信了 即使我兒子 暫時離開了國家 逃掉了 有一天 至少在我臨死以前 他會來看我 這個跟他媽媽的這個秘密的約定啊 這個消息被傳出去了 西班牙的警察總監 就知道了 原來他跟他媽媽有這個承諾 所以呢 他有一天 如果他媽媽要死了 這個消息啊 傳到法國去 他可能會回來看他媽媽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他抓住 果然 他答應小孩子 要回到西班牙 他知道回去以後 凶多吉少 可是至少 除了可以滿足這個小孩子的希望以外 他可以看到他的媽媽 於是 他就從法國 回頭向祖國走 重新越過比利牛斯山 下來 在路上 他遠遠看到一個人 向他走過來 穿著黑的袍子 是一個牧師 牧師一眼就認出他來 就跟他說 你不要回去吧 為什麼 等一下 我告訴你 不看你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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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的共產黨英雄 他 跑掉了 這一次呢 他要 回到自己祖國 大家看電影片子裡面 這個畫面 這個小孩子 跟這個落魄的 共產黨英雄 他當時的電影明星 叫 格里高雷皮克 他演的 這個呢 就代表 西班牙的警察總監 叫安東尼昆 他演的 格里高雷皮克 這個共產黨的領袖 答應小孩子 要回西班牙 越過不離 比利牛斯山的 半途 碰到了一個 穿黑袍子的人 叫奧馬雪夫演的 奧馬雪夫什麼呢 是個神父 神父就告訴 這個 共產黨的英雄 說你不要回去了 你媽媽已經死了 死在 某一個醫院裡面 已經死了 你回去幹什麼 不要回去了 注意啊 他可以不回去了 跟他媽媽 這個承諾無法兌現了 可是他要想到 這個小男孩子 小男孩子希望他回去 救救國 要推翻軍閥 推翻弗朗格的偽政權 棄手空拳 他為了些小男孩子 這個夢沒有破碎 他還是繼續 往馬德里走 馬德里 西班牙的首都 當年被弗朗格将軍圍城 的時候啊 裡面的共產黨 這個城被圍了三年 一個有名的 叫保衛馬德里 共產黨很 引以為榮的一個歌 就這個歌 就來自這個馬 這個故事 這個西班牙的革命領 就繼續向馬德里走 到了馬德里 找到那家醫院 他母親停室的那家醫院 走進中央的大廳 忽然四邊 軍人出來 拿著槍 當場把他亂槍射殺 打死了 打死了 這個 警察總監 軍人的頭子 就是安東利昆 演的 他就 被透露的情報告到他耳邊 說 有一個情報是說 在半路上面 那個神父 保馬雪夫 已經透露給他 說 你媽媽已經死了 你不要回去了 所以 我們警察方面的情報 是說 他早晚要回來 見他媽媽最後一面 是活著見的 不是死著見的 他媽媽已經死了 並且神父已經告訴他 你媽媽死了 他為什麼還要回來 所以最後這個電影啊 這個小說的布局啊 就是 這個軍方的頭子 警察頭子啊 他不了解 對著他的尸體看 你可以不回來 為什麼你還回來 他不曉得 他另外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 他為了使 這個小男 朋友的小男孩子 那個夢 不要破碎 你以為我能回來 你以為我能回來 救國 你以為我能回來 推翻弗朗格政權 你以為我能回來 替你爸爸報仇 你這樣以為 好嗎 我就回來 回來被打死了 這個故事啊 結束了 電影也結束了 就是 注意那匹灰色馬 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做死 《啟示录》第六章第八節的故事 講完了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沒有意義了 我沒有作用了 我這輩子革命失敗了 我窮途潦倒了 可是忽然 一個小男生 我過去同志的一個小孩子 他覺得我有希望 覺得我有意義 希望我能夠回國 能夠做驚天動地的事業 我就回去了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呢 為了給小男孩子夢 他回去了 我講這整個的故事 包括小說 包括電影 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要引述 引述出 我這場節目的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我們人生裡面 有些人 他在最後的關頭 他會做一件 你想不到的事情 你想不到的 那麼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中國古代 有名的 一個 英雄人物 项羽 就是楚八王 楚八王 在司馬遷做實紀的時候 請大家看 本紀 秦始皇本紀以後 就是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以後 有高祖 就劉邦 漢高祖本紀 他把項羽當成本紀 看 什麼意思呢 就承認項羽 他 統治中國這段時間 他曾經是統治者 雖然時間很短 他曾經是皇帝 肯定他 就是司馬遷很肯定了 這個項羽 這個失敗的英雄 項羽 這什麼失敗呢 因為被劉邦 漢高祖 打敗 漢高祖是什麼人呢 漢高祖是漢朝的 第一個皇帝 啊 最後 大家看 我隨便給大家看一段古書 最後 漢高祖啊 他最後 進官 大家看沒有 啊 我與諸侯約 我跟他跟老百姓說 我與諸侯約好了 先入官者王之 誰先進來 誰做老大 做國王 武當王關中 我當在 進了關中 先進了這個首都 應該 我先推翻了 清朝天下 啊 我當當做皇帝啊 與父老約一點 法三張耳 這個標點呢 是有錯誤的 為什麼有錯誤呢 應該啊 與父老約一點 法一點 三張耳 我跟你們約啊 約 我給你約定好了啊 約什麼呢 約的是法律 法律什麼法律呢 三條法律 看到沒有 哪三條呢 殺人者死 第一條 殺人者死 抵罪 傷人即道抵罪 傷人者抵罪 道也抵罪 就三條 所以後來我們變成一個 一個俗 這個一般的俗語啊 我跟你約法三張 是錯的 有標點錯誤 與父老約一點 法一點 三張耳 所以我們說約法三張 這個詞彙啊 是錯的 雖然我們後代啊 不斷在用 袁日凱時代 還有中華民國 我約法啊 事實上 這個約定是錯誤的 我順便給大家講一下 劉邦當了皇帝以前 那個皇帝是項羽啊 嚴格說起來項羽啊 項羽跟劉邦打天下 項羽什麼人呢 項羽我看這個圖片 明朝的畫片啊 把它畫成了這樣子 事實上是錯誤的 為什麼呢 因為項羽三十一歲就打 就死掉了 這是三十一歲的人的樣子嗎 不可能的啊 所以楚霸王三十一歲就死了 什麼樣子我們不知道 可是他有個特色 他臨死的時候呢 就是被劉邦派人 把他包圍了 他聽到四面的四面楚歌 聽到是他家鄉的歌聲 表示說他整個被包圍了 我們現在這個典故啊 四面楚歌啊 然後呢 他就衝出來 衝出來的時候呢 只剩下二十八個人了 二十八個人 就跑到了烏江 碰到烏江 碰到一個漁夫 一個船長啊 就把他渡江 他說當年我從江南到江北的時候啊 帶了八千個子弟 啊 現在回去以後 我自己一個人回去了 大不了二十八個人跟我回去了 我怎麼好意思 所以他就自殺了 自殺以前 他把他這匹馬 跟了他五年的這匹馬 送給了這個船的船長 然後他就自殺了 可是自殺以前 還有一個動作 大家就立刻就可以看到 我希望大家一邊看我這個節目 一邊學到一些過去你們學錯了的知識 剛才我談到 我們習慣的用 給你啊 我給你算賬 給你約法三章 我剛才說過 是錯的 為什麼錯呢 是標點錯誤 與諸父老約 跟我的老百姓呢 約 一點 兩點 法 兩點 三章 所以約法三章 是不通的 可是成為習慣了 大家也就不計較了 可是當我提到出來 我提出來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 能夠知道那個正確的背景 是什麼 現在我談到了 劉邦在表演《約法三章》以前 他消滅了楚霸王 消滅了項羽 最後項羽被包圍的時候 只剩下28個騎兵 28個騎兵 到烏江旁邊 他不肯渡江過去 他跟船長說 說這匹馬 我騎的這匹馬 跟著我五年 我不忍心的 他死掉了 這匹馬送給你 然後我們這些 我跟我的這些手下 還有28個人 我們改成步兵 我們都不騎馬了 如果他們都下馬 這時候 劉邦 就是漢高祖 派來的大隊人馬 就把他包圍了 包圍了 不敢過來 因為 因為項羽太勇敢了 大家不敢惹他 就把他包圍 這項羽啊 忽然看到 人裡面有一個人在馬上面 是他老朋友 叫做馬童 童 童子的童 項羽跟他說 他說 你不是我老朋友嗎 馬童啊 不敢看他 把臉呢 閃過去 項羽呢 還是繼續講話 說我聽說 漢王 劉邦啊 買我的腦袋 賢賞我 要抓 抓我的腦袋 拿我的腦袋 誰抓到我的頭 賞千斤 一萬戶 送一千斤 那個金不是黃金還是銅啊 送一千斤銅 封城萬戶猴 我做做人情給你好不好 當場自殺 把頭自殺 丟下來 給他老朋友馬童 就臨死時候啊 他要死了 他做一件奇怪的動作 別人想不到的 我肯夠朋友了 剛才我講那個故事 西班牙的那個共產黨領袖 他自己無能為力 結果死的時候呢 可以死可以不死 照孟子說法 為什麼你要死啊 可以死 可以不死 死傷勇 就是死 可以死 而不可以不死 你要去死 對勇這個解釋 是一個傷害的 可是他為什麼要去死 他覺得我死了算了 我可以幫助一個小男孩子 滿足他的夢 今天項羽就是 反正我死了 我死了之後呢 我這個頭送給老朋友吧 我講這個故事 完了 請大家看這個 司馬遷 現在原文啊 給大家看看 項羽啊 烏江亭長 要叫他渡江 項羽說 與江東弟子八千人渡江而息 金五五億人還 誰都沒回去 縱使我過了江 江東父老 父兄 連而亡我 對我可憐我 同情我 繼續往 連而亡我 繼續奉我做王 做我要做領袖啊 但動詞來用啊 連而亡我 我和面目見之 我怎麼好意思回去啊 帶了八千人死光 自己回去了啊 他不願意回去了啊 他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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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我的馬呢 這個馬呢五歲 五歲 所當 無敵啊 碰到別人的黨 跑不過他啊 他也勇敢的很 一日行千里 我不忍殺這匹馬 你吃功 我送給你好了啊 乃令齊 他的 剩下的二十八個人 都下馬步行 用短兵接戰啊 可是呢 項羽啊 還殺了 漢軍數百人 一個人 還能殺幾百個人 他這麼厲害的一個人啊 他呢 身上也受傷 身被實力闖 有很多 實體術 傷 故見 汉齊司馬 呂馬同 看到了 劉邦手下的 大員 姓呂的 名叫馬同 呂馬同 項羽說 若非無故人乎 你不是 我老朋友嗎 不是那個 我的老朋友 小呂嗎 馬同 面子 注意這個 文言文 我不講 你們不懂啊 馬同 面子 看到他 白臉閃開 避嫌疑 白臉閃開 馬同 面子 我要追個女孩子 這女孩子不理我啊 這女孩子面子 就是 不看你 文言文的趣味啊 對 年輕人而言 文言文就像外國人一樣 很難的啊 馬同面子 然後馬同 跟旁邊的將軍說 此相王也 此相王也 這個就是那家伙啊 那個那個殺人魔王啊 相王也啊 相王乃月 汉 污文 我聽說 汉 刘邦 够我頭 買我的腦袋 千金 亿萬戶 千金就是賞千金 亿萬戶 封萬戶猴 污為若得 注意這四個字 文言文 污為若得 我 為了你 若是你 德 一個德字什麼意思 涵蓋了所有的意思 污為若得 我就擺這顆頭 送給你做人情吧 就做了好事 使你可以 得到千金 得到萬戶猴 送給你吧 文言文 這種有力量的部分 污為若得 等於西班牙的 那個 共產黨的革命 英雄 落魄的英雄 最後 他 被打死在 西班牙的 醫院裡面 如果最後 他還有一口氣 如果小男孩子 如果看到他死的 這個樣子 他也許會用 中國的文言文說 污為若得 我就 送人情給你了 你看 為了救你 為了 給你爸報仇 我也不要活了 向羽的 真正的英雄氣概 是在這個地方 他本身是個失敗的英雄嘛 可是 他的最失敗的 最後的一幕 他表現的 這麼樣的 有英雄氣概 這麼樣的 感情重複 這麼樣的 顧念一個老朋友 顧念一個 最後都不肯認他的老朋友 馬桶面子 但是 臉都閃開了 不敢 跟他 對話的老朋友 為什麼呢 怕人家打小報告啊 將來 把相羽平了以後 回去 有什麼報告 劉邦啊 他在掙錢 跟敵人講話 所以 馬桶面子 可是相羽最後 把他頭 做了人情 為什麼我把西班牙這個故事 跟中國的這個古典的故事 擺在一起 給大家講啊 因為 在李敖 與廟天下裡面的一個特色 這就是特色 就把一個 兩個不相干的東西 我發現它有相同之處 把它集合在一起 我講給你聽 這才是 求知識 做學問 融會貫通的方法 這是一個典型的一個歷史 我們發現它相同之處 這兩個故事 不相干 可有一點相同的 就是一個人 臨死以前 為了什麼 去死 他逃不掉這個死了 可是死的那樣子 直回票價 死的多情 死的有義氣 就死的很漂亮 我看過 Behold a Powerhouse 這本小說 也看過這個電影 真的很感動 很可惜 這本小說 跟這個電影啊 沒有走紅 原因 大家不太能夠 一般的俗人 不太能夠欣賞到 那麼高的水準 發現 這個 了不起的 共產黨領袖 他是那麼樣子 死的 有意義 沒有想到 這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我特別講給大家聽 不看你的眼 不看 禮袍 與妙天下 剛才我講 我把兩個不相干的故事 把它持在一起 告訴大家 搜集資料 和解釋資料的一個方法 就是你發現他們總有一點點相同的 我把這兩個人死的狀況 擺在一起 發現他們死的太有意義了 太像了 講的好沉悶啊 好沉痛啊 我給大家輕鬆一下 我在坐牢的時候啊 給我女兒 現在的李文博士 她那時候很小 我寫信給她 有過一封信 今天呢 我把這封信呢 排版排出來 圖片保持原狀 給大家看 標題是 嘴含一根草 欲中給女兒的信 選看 就是親愛的小文啊 我拿了四張畫 什麼四張畫呢 每張畫上面都含著一根草 看到沒有 黑猩猩嘴巴含著一根草 袋鼠嘴巴含著一根草 長播鼠嘴巴含著一根草 電影明星嘴巴含著一根草 這對我理由而言 就是材料 在牢裡面 我就把它剪下來 寫著一封信 然後各寫首詩 給我女兒 大家看看這個詩 第一首詩就是黑猩猩 我是黑猩猩 嘴含一根草 事事看不慣 專門把亂倒 你說我很壞 我說你不好 將來有機會 走上蘇花公路 我就朝你屁股踢一腳 這個就是我寫的詩 第二個 再看 大袋鼠 我是大袋鼠嘴含一根草 你跳我先跳 你跑我先跑 雖然不愛錢 錢也不能少 不然沒鈔票 怎麼應付代理那位 要喝蘋果吸打的小寶寶 第三段 長波鼠 我是長波鼠 嘴含一根草 只學狗兒叫 不學狗兒咬 專門拜喪事 辦了才拉倒 這樣夠朋友 東西南北天上人間 你到哪兒找 這長波鼠的動物 是他同理死了以後 他要把它埋起來 所以我才說 專門辦喪事 埋著才拉倒 都是有關曲 有原因的 第四個 大家看美人 我是美人而嘴含一根草 不怕心而變 就怕人而老 人老 朱兒黃 紅顏便大嫂 還是趁早 演個 美國楊貴妃 一天洗她 一百一十一個早 這是美國的有名的電影明星 叫做洛莉太陽 這是一個當代明星 為什麼你得要這樣處理問題 就是這四張照片 在書裡沒有意義 可是當我把它歸納在一起 用首詩來寫的時候 用四首詩來寫的時候 告訴我的女兒 你可以看到 萬物裡面有個同類的 相同的部分 這一部分 看到沒有 就是他們嘴裡面含著一根草 我再把它面一遍 黑猩猩啊 我是黑猩猩嘴寒一根草 世事看不慣 專門把亂倒 你說我很壞 我說你不好 將來有機會 走上蘇花公路 我就朝你屁股踢一腳 蘇花公路 是台灣的一條路 大袋鼠 我是大袋鼠嘴寒一根草 你跳我先跳 你跑我先跑 雖然不愛錢 錢也不能少 不然沒鈔票 怎麼應付代理那位 要喝蘋果西打的小寶寶 蘋果西打是台灣的一種飲料 第三 長波鼠 我是長波鼠 嘴寒一根草 只學狗兒叫 不學狗兒咬 專門拜喪事 辦了才拉倒 這樣夠朋友 東南西北 天上人間 你到哪兒找 好 第四個 美人兒 我是美人兒嘴寒一根草 不怕心兒變 就怕人兒老 人老 豬兒黃 紅顏便大嫂 還事趁早養個美国 楊貴妃 一天洗她一百一十一個枣 我在牢裡 可以過得這麼快樂 在書裡面照片 把它隔下來 貼在紙上 寄給我女兒 他們也沒有查扣 這個什麼好查扣的 可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對你們的意義 我只是用一個趨銳的方法 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大同小異啊 追求同和異 是人類追求思想方法的一種能量 能力 從這張照片裡面 我們找到他們相同之處 然後才寫出他們相亦之處 從這個方法 我們才能夠了解 西班牙的共產黨那位英雄 跟中國的古代的英雄相約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愛上你 忘了我是誰 余達維是好人的 余達維可是 他一碰到轉件石 他就變得這麼下賤 談判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 共產黨真厲害 他把你的椅子去轉 他的椅子升高 在一起的時候 他比你高 為什麼 佔你便宜 吃你豆腐 乾淨一總統做的椅子 是個普通的椅子 教皇做的椅子 看到沒有靠背的 太失意 我是羅馬的教皇教宗啊 我吃你美國總統豆腐 我坐大椅子 給你小椅子坐 為什麼 因為你有個弱點 被我抓到的 什麼弱點 我的前妻 胡一夢 在她的自傳裡面 把我大罵一頓 說我用情不專 只愛一點點 我離婚那天晚上 下午離婚 當天晚上 我就有女朋友了